Global X ETF投資方案主管張子銘指 與其今年多個國際主要經濟體的經濟增長都有所放緩 例如美國增長由去年的2.1%降至1.5% 大陸由5%降至4.5% 日本由2.2%降至1% 加上今年不同地區都舉行大選 今年全球經濟的波動性會較去年大 張子銘表示 期貨市場預期年內美國會減息6次 減息勢在必行 美國聯儲局已經接受2024、25年的通脹率 仍會高於其2%的目標 數據顯示債券的回報率在減息前是最高的 因此無需等真正減息先入市 Global X投資分析師陳子弘指 AI企業依賴高算力來訓練大模型 帶動半導體行業發展 與其設備製造公司 會將AI引入電腦及電話等 帶動電子產品銷售復甦 而股市方面 張子銘教看好中港的防守營 高股息股票 日本則看好在全球有業務 出口有增長的企業 美元有機會下行 將利好新興市場 例如印度 本就知道 2010,019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